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百 试惯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四强的队伍已经全部产生 但在淘汰赛的第一天出现过一个大问题 在每一次比赛直播之前都会播放赞助商的广告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在这次试惯当中似乎有和军东的合作 而最近正好是七夕 口红这类的彩妆也算是宣传重点 比如蓝蔻 但在这次的片头广告当中 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人物 那就是吴亦凡 这是他作为蓝蔻代言人拍的广告片 吴亦凡现在已经被作为犯罪嫌疑人抓进去了 而且还爆出了很多负面新闻 各大商家都在和吴亦凡解约 生怕波及到自己的品牌 吴亦凡的形象现在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公众场合 究竟是试惯官方夹带私货还是失误 大家都在等待官方的回应 毕竟王者早就撇清了和吴亦凡的关系 连歌曲都下架了 现在来这一出就很奇怪 还好品牌方反应迅速 表示是工作人员的失误 而且这名工作人员已经被开除 之后还会有内部处罚 品牌方处理事情干脆果断 也算将影响降到了最低 大家对此没有太大的意见 就是希望以后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吴亦凡的事情影响实在太广 任何品牌方度避之不及 感觉到了谈护色变的程度 事关这样的舞台 也不敢去触碰这种经过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官方的态度呢 我是李飞白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